今天为大家带来荣耀最新发布的数字系列旗舰 荣耀30 Pro的上手体验 话不多说,马上进入本期的视频内容 在上手荣耀30 Pro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这一次它在整体的外观设计上 与去年发布的荣耀V30 Pro有着极高的相似度 包括正面的双挖孔 背部的矩形相机模组等等 都曾出现在荣耀V30 Pro身上 实际上来自荣耀V30 Pro的这套设计语言 已经逐渐被用于华为和荣耀旗下的多款机型 包括前不久刚刚问世的华为P40 Pro 也是在这一设计语言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 所以当你把两款手机放在一起时不难发现 似乎荣耀30 Pro更像是放大版的华为P40 Pro 与华为P40 Pro一样 荣耀30 Pro在机身正面同样配备了一块曲面屏幕 由于加入了曲线的设计 也让这款手机整体的线条看上去柔和了许多 当然 二者在一些细节方面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拥有6.57英寸屏幕的荣耀30 Pro 要比华为P40 Pro大省一圈 另外虽然同为双挖孔 但是华为P40 Pro由于加入了传感器 因此在开孔面积上会更长一些 而在屏幕边框部分特别是底部 荣耀30 Pro明显要比华为P40 Pro更宽 此外包括机身顶部的天线排列 听筒以及屏幕指纹的位置等部分均有着细微的差距 手感方面 这两款手机拿在手中都有着不错的握感 其中华为P40 Pro会更重一些 但是十分具有质感 而荣耀30 Pro在支持5G的前提下 保持着仅为186克的重量 拿在手中比较轻盈 目光回归到荣耀30 Pro这款手机上 这一次官方也是提供了诸多的配色可选 我们拿到的是绿叶仙踪 这款配色给人的感觉就是绿色镜面十分通透 光线照射下又不失质感 实际上绿色这一主色调已经被广泛用于荣耀的机型 所以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了 我觉得好不好看还是要取决于每个人的审美吧 在主打的拍照方面 由于我们并未拿到Plus版本 所以摄像头模组会有小幅度的缩水 具体来看 荣耀30 Pro搭载了一颗4000万像素超感光主摄 一颗16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 以及一颗支持50倍变焦拍摄的长焦镜头 下面我们主要来看看它在变焦上的表现 这一次荣耀30 Pro实现了5倍光学变焦 10倍混合变焦和最高50倍数字变焦 通过实际拍摄的变焦样张来看 这款手机在5倍变焦以及10倍变焦拍摄时 能够保证清晰稳定的画面 但是当超过10倍之后 来自数字裁切的画面也随之开始出现涂抹 整体来看变焦拍摄的表现中规中矩 不过在实际的拍摄中 由于荣耀30 Pro采用了双结构OIS光学防抖 以及AI长焦超级防抖算法 因此变焦状态下的取景画面 保持了相当不错的稳定性 这一点还是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此外考虑到拍摄长焦画面取景的问题 荣耀30 Pro在进行到15倍以上的变焦拍摄时 取景界面会切换到双通道模式 出现长焦画中画 帮助拍摄者更好的拍摄远距离物体 核心配置上 荣耀30 Pro搭载了麒麟9905G芯片 各方面的表现都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包括双模5G WiFi6加 VC夜冷散热等 也都是旗舰机该有的水准 这款手机内置了4000mAh的电池 支持40瓦超级快充技术 实际测试中 荣耀30 Pro的充电依旧是前期发力迅猛 10分钟即可充入26% 30分钟便已充入80%的电量 但是充满电还是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 总体来看 荣耀30 Pro在外观设计上 仍然与华为荣耀家族产品一脉相承 不过曲面屏的加入 的确会让视觉观感上有了提升 但是对于正面的双挖孔造型 至少我个人会觉得并不是那么的和谐 此外 在荣耀数字系列一直主打的拍照上 荣耀30 Pro虽然加入了长焦镜头 提升了实用性 但具体的表现并没有达到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整体来看 似乎荣耀30 Pro更像是浓缩版的华为P40 Pro 当然 这一次荣耀也是紧跟华为P40系列的步伐 同样推出了Plus版本 或许惊喜 我们也只能在荣耀30 ProPlus这个版本上去寻找了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